本节课的第二道问题 数一数夏图中共有多少个长方形 OK来看一下 哎呦这道题当中让我去数长方形了 你打算如何去做 哎呦真棒 乐老师我的耳边你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老师顺题要点不是要数长方形吗 OK 刚才我们数过线段 我们就数的是基本线段 如果要让我去数角的话 我就数一数基本角 OK那现在要让大家去数长方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数一数 这当中的没错 词度分析 基本长方形 对不对 是不是类似于数这个线段一样啊 对吧 那有一些同学会想了 老师 这个跟线段好像不太像啊 哎 宝贝们 你像我一样 你看啊 咱们把下面这个地方我们重重的给它标出来 好不好 好吧 那你看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 本来有一条线段吧 对吧 那然后怎么样啊 哦 它就往上慢慢慢慢长 长成了这个样子 对不对 哎 或者我干脆就这样去想 来吧 同学们 是不是都吃过面包的 对吧 好 那乐老师啊 我自己在家我也做过面包了 好 请看这里啊 来 就好像怎么样啊 我呢 把这个东西 我就放到这烤箱里去烤的话 来吧 它就长长长 长成了这样的长方形了 对吧 好了 那我把这个 哎 放到我这烤箱里一烤 出来了 对吗 好了 那接下来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道小题 你打算如何去做呀 孩子们 暂停视频键 我的提示已经完了 请大家迅速的将列式写在你的讲义上吧 怎么样 搞定了没有 真棒 OK 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还是数一数基本长情咯 1234 没错吧 列个算式怎么样 来吧 4加3加2加1等于10 对不对 好的 仍然是老样子 我们要明白它的含义 这个指的是什么 非常好 4个基本的 这个指的是什么 两个基本的拼成的 这儿有三个 对吗 那这个指的就是 三个基本的所拼成的 对吗 OK 那这个指的就是 4个基本的拼成的 所以呀 希望大家这个公式你要牢记 但是不能死记硬背 我们要明白这当中的原理 好吗 嗯 好了 那这个题目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来吧 仍然是这个式字 一块来看一下 石老师的眼睛 我可以把它转换成 数线段的方法 你听懂了吗 宝贝们 欢迎回来 继续来看一下 例二的拓展问题 哎 我现在让你数一数 这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个长方形 你会不会 当然会 对不对 非常的容易 怎么样 有一些同学我看到了 已经能够把数爆出来了 对吗 好 多少告诉我 非常好 是不是3加2加1 来爆数得几啊 得6吧 对吗 哎呦 乐老师 我才不会考你那么简单的问题呢 好 请看啊 刚才我说了 咱们呀 可以把它想成是 注意了 由这个线段变出来的 对不对 好的 我把它放到这个烤箱当中去烤 好 长成这个样了 那么有一天呀 乐老师家里来客人了 我请你到我们家去了 那这个面包很显然是不够吃的了 对吧 好了 我呢 就把它放到这个烤箱里 继续烤呀烤 你看就烤成这个样子了 OK 好了 那宝贝们 我们来看看 请问这里面注意了 它到底会有多少个长方形 你会做吗 暂停视频键 自己写来想一想吧 怎么样 简不简单 有一些同学说 嗯 老师 有点难了 对吧 好 现在的问题呀 在杯赛考试当中可是经常会考到的 所以啊 需要大家一定要清楚 来吧 数一数下图当中长方形的个数 好 审计要点 注意了 这个属于不规则图形 我们不会做了 咱们刚才所说了 你看 在这个一层当中我们会写 对不对 那现在你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嗯 不太会做 没关系 好了 思路分析 老师提示你俩字我可以分一分层吧 对吗 好 我写一写看啊 同学们 咱们知道 哎 一层它是有多少个长方形呀 很显然 每层是不是有三加二加一等于六个 对吗 好了 那关键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里面它到底会有几层呢 请你告诉我有几层 我听到了 好多同学说 老师 是两层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层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层啊 对吗 难道就这两层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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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非常好 那有一些同学就会说了 乐老师 这两层拼在一起 不是还可以变成一层吗 没错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拼在一起的层数哦 那么本题当中应该是有几层啊 应该是有三层 非常容易出错 请大家赶紧在你的讲运上像乐老师我一样把它标一标好吗 OK 那么每层是有六个一共有三层 所以最后来吧 咱都讲过乘法了 三六 一十八 听明白了 好的 那如果基础稍好的同学注意了 好了 仔细观察 我会发现怎么样啊 实际上我只需要数一数看 来吧 水平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再来 数值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如果这个数值方向你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我给你拿出来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 两条基本线段 那实际上这个三怎么来的 哎 二加一等于三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呀 注意了 我们以后到了四年级 再讲这个加成原理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小朋友可就明白了 不过现在呀 请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数一数水平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再数一数这数值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两者一箱成就搞定了 对吧 好了 不过我觉得这道题不太过瘾啊 宝贝们 哎呀 这么简单就把它做完了 对吗 那如果我们家又来客人了 把你爸妈也叫到我们家去了 那我就把它放到这个烤箱当中 我继续烤呀烤 OK 如果烤成这个样子的话 哎 你能不能迅速的告诉个老师 这当中他会有多少个长方形呢 孩子们 暂停视频键 自己先来试试看 有没有思路 有的 对吧 好 聪明的同学会发现 老师 那你看水平方向上我都不用数了 你刚给我数过 是不是有六个 对吗 那数值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请看了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我也可以列个式子呀 一二三 三条基本线段 那就是三加二加一 是不是等于六 对吗 OK 然后怎么样 水平方向上 乘以这个数值方向上 一次六乘以六 保数吧 等于多少 非常好 应该是三十六 怎么样 考试就考你这样难的问题 相信我们小朋友应该都会做了吧 来吧 一会儿来看一下 史老师点听 注意了 当你遇到的是不规则图形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 咱们呀 就得想办法把它 不说辩 老师觉得这个辩太俗了 俩字叫做转化成什么呀 哎 规则图形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啊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小朋友 一定要注意 层数 也就是数值方向上 线段的条数 好 好 好